轰二十真的要来了 随着央视曝光的画面 再加上老美的种种行为 都在预示着一个消息 那就是轰二十即将首飞 中国空军将跨入一个新纪云 点个关注咱们接着聊 就在前段时间 轰二十模型疑似亮相央视 和旁边的运二十运输机比较的话 它的翼展比运二十还要大 采用五尾翼布局全隐身结构 有着明显的飞翼式布局设计 和外界的猜测相差不大 毕竟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来看的话 想要研究出一款隐身轰炸机 非意识布局是最成熟使用的 随着这则消息的出现 鹰将也是不淡定了 因为哪怕中国的网友都不信 但是鹰将是一定会相信的 因为歼二十的前车之舰 和中国战护局的屡次忽悠 也让老美不得不信 甚至在很多媒体看来 鹰将提前亮相B21 就是因为中国的轰二十即将问世 所以鹰将需要这么一款先进战机 来展现出自己的优秀实力 美国专家伊斯特伍德也曾表示 中国多年来在研制轰二十期间 一直都在闷声发大财 秘而不宣誓中国解放军的一贯作风 尽管外界对轰二十的研究知之甚少 但是鹰将却丝毫不敢大意 毕竟当初歼二十的问世 就曾让鹰将等一众新欢鬼胎的国家 来了一个措手不及 甚至在歼二十首飞的前一天 西方国家还不相信 中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内 研制出如此先进的优代机 歼二十首飞的那天 美国国防部长还在访华 据他在回忆录中记载 那是他这辈子的奇耻大辱 也是美国对华情报的重大失误 所以有了歼二十的例子在前 老美对于轰二十的重视程度 也是前所未有的高 在他们看来 中国的轰二十应该早就完成了研发 甚至已经完成了首飞 所以才会迫不及待的公布B21 为的就是给自己的小弟们打气 不然的话 自己世界老大的地位 可要被别人打上问号了 毕竟隐身轰炸机这种东西 可一直都是老美的独门绝技啊 那么中国是否真的造出了轰二十呢 鹰将这是被吓怕了 为了比我们的轰二十更早亮相 居然提前公布了B21隐身轰炸机 多少是有些害怕的成分吧 毕竟中国战护局的能力 他们早就领教过了 还是那句话 哪怕中国的网友都不信轰二十的出现 但是鹰将是一定会相信的 在此还是得艾特一下战护局局长 那么战略威慑美军 具备远程核打击能力的轰二十 真的要来了吗 作为二龄家族的一员 歼二十和运二十已经集体亮相 三兄弟中的两个已经在空军服役 只剩下了隐藏幕后的轰二十 依旧给人一种油爆琵琶 半遮面的朦胧感 你说他没有吧 各种消息满天飞 甚至央视都一次曝光了轰二十的模型 你说他已经有了吧 咱也看不着呀 不然怎么能叫隐身轰炸机呢 开个玩笑 这可不是我们自己对他期待 国外媒体对于我们的轰二十的关注度 可是丝毫都不低 俄罗斯也专门为此撰文 声称中国正在进行轰二十的首飞实验 并且还做出了大量的数据分析 认为我们的轰二十的性能 将会超越美国的B2空战机 甚至和正在研发的B21都不相上下 所以老美这才极不可耐的 把还没有完全完工的B21给亮了出来 一直叫嚣着中国威胁论的美国媒体 却破天荒的没有捧杀我国 而是对我们的军事装备进行了贬低 甚至还有媒体声称 我们是在抄袭他们的技术 透过表面看内容 很明显他们不仅信了 还有些心虚的成分 由此可见 轰二十一旦亮相 不论是实战性能还是战略意义 都将极其的重大 再加上如今各国防空体系的不断完善 常规轰炸机已经无法像二战时那样 直接飞抵到敌国的领空 而这样的战略价值却不能放弃 所以具有隐身能力的轰炸机 就成为了各国唯一的选择 从央视泄露出来疑似歼二十的模型来看 采用飞翼式布局以后 整体几乎不存在盾角和凸起 配合上连续的曲线设计 而且机身并没有尾翼 一系列的布局 都能让其比常规战机 拥有更小的反射面积 也就有了更大的隐身空间 配上先进的吸波图形和气动外形 都在意味着这就是一款隐身轰炸机 因为这些材料和技术 在歼二十的身上已经体现 中国并不缺少这方面的技术 而且发动机技术和航电系统 也都会是中国自己的产品 并不存在被西方制裁的风险 那么它将会拥有怎样的性能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何说轰二十即将万事 看看美国的表现就知道了 甚至隐身轰炸机的重要性的老美 一直没有什么危机感 因为苏联已经解体 彼时的中国 别说隐身轰炸机了 连几个像样的战机都没有 所以他们并不急于升级自己的B2 而是让其领先世界了几十年 如今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 老美彻底坐不住了 着急忙慌的开始研发B21 因为别的国家说他们有先进战机 老美自然是不信的 但是如今的中国说没有红二十 老美是万万不信的 歼二十的万事时间 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老美可不想再被中国的战狐局忽悠了 红二十的价值之一 就是能够携带核弹头进行打击 而最近外媒也是多次声称 中国正在增加核武器库 是否就是为了红二十的服役做准备呢 配合上前段时间央视画面的曝光 飞翼布局加上超音速 最大航程超过一万公里 配合上携带武器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战略威慑美空军 同时还具有核打击能力的红二十 真的要来了吗 作为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中 最为重要的空击核打击平台 红二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对于周边国家 甚至西方国家来说 都无疑是一个惊雷 本来中国的发展就够快了 如今更是各种新进装备频出 似乎除了陆军以外 中国海军和空军都增添了不少好东西 每一个都是领先世界的存在 至于中国陆军 那早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所以轰二十的出现 将会是我国在战略轰炸机 短板的一个补齐 毕竟六爷虽然还能再战 但还是想要一点新鲜感不是 不得不说 现在的军民实在是太幸福了 轰二十一旦现身 将会是对我国的空机和力量的主力 正是因为被给予厚望 所以才会被这么多人关注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架轰炸机 而是一次综合实力的展现 是一个完整战略打击体系的重要一环 我们是必须要有的 这些年美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降低 我国的话语权却在不断上升 这一切都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我们研究武器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 这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承 而是有了这些强大的武器之后 他们才会和我们心平气和的讲道理 才能守护国家平安 百姓安坑 还是网上流传的段子 如果鹰匠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 你最好真的有 要不然可就惨了 对此各位有何看法呢 欢迎将您的观点留在评论区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